来看一下第二场的比赛是由刘毅对樊振东 刘毅是一名销球运动员 这个也非常难得 因为年轻运动员 男子选手打销球的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特别难得的打法 就是销球 因为男运动员力量速度旋转都很强 一般人不会选择打销球 刘毅是1992年出生 在2013年世界大流声运动会获得男单的冠军 2014年全国混双锦标赛的亚军 从樊振东的角度打销球 应该说他是完全过关的 所以对刘毅来讲 就看看他的意志是否顽强 能够在面对这么世界强大对手 顽强去抵抗 所以销球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打法境界还需要再高一些 就是销球的打法呢 从观众的角度看上去非常的赏心悦目 很好看 但这打法难度又很大 那么销球运动员往往呢 就是说在打这个熟悉的 水平比较高的 会打销球的人 他就遇到了很大的这种困难 或者是难以攻克 所以就是看心态 一定要保证这个 在比赛场上高质量的 发挥 销球运动员向来都是一个 对他本身来讲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打法 他既呢还能销得住 又呢还能够进攻 所以呢他练的技术呢 要比我们进攻打法的人要多一倍 那么再加上呢 他还有一个从步伐来讲 他有前后的步伐 有左右的步伐 对于这个进攻型打法的运动员 基本上只有一个左右的打法 很少有前后的打法 偶尔退台 对拉反拉这些东西 但是相对来讲 销球的技术要的更多 要的更全面 因为他既要熟 还得要进攻 他光熟 在男子里头 销球基本上是赢不到球 是的 因为你销球主要是靠旋转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拉的 别人拉的转 他销的更转 他再转 是吧 他要拉的更转 就是他因为你的旋转变化而变化 但是呢 对于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 像跟樊正宗这样的人 他对你的这个旋转 对他来讲起不了任何作用 所以说呢 你要用你的旋转向去赢球 是不大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一定要用你的进攻 和你的防守一起 把对方打乱 那就看你的本事 有没有这么大了 是吧 这难度太大了 你像朱世贺 是吧 最顶峰时期 是巴黎世锦赛的男子单打的亚军 他把攻销结合的机转到了极致了 在他之后还没有能够达到他这样的一个高水平 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打萧球啊 王浩看着都笑了啊 这叫有数 这看着就踏实 放心 emptiness 凡子 梵震冬现在啊 确实 就是达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 一个水平和境界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巴西奥运会 凡子虽然没有 这就充分体现了他的 综合实力 0 1 再一个他最大优势就是年轻 他年轻 18岁 有的是劲儿 你看他也不嫌累 你看其他的运动员 比如你上278岁了 你肯定每天打完 你这伤那疼的 你肯定尖的腰啊 颈椎啊 是吧 你都会有伤 这必然他老损嘛 但是樊振东 他这种这么棒的体格 又年轻 他首先练 付出 他就是优势 就跟小邓姐 邓亚平 邓亚平以前 你的训练 其实我觉得是最成功的 可以说一个保障 你没有这种训练 长时间的长度 我练的就是比你多 是 你在比赛场上 你就没有那样的一个 底气 底气 对 是吧 对 你当年你练的就比别人多 这是一个保障 所以樊振东他也能练 他年轻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 我凭什么输给你 我觉得我练的比你多 我练的比你苦 对吧 我们的训练条件又这么好 对手这么强 你说我为什么会输给你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底气 对 人练到这个份上了 你对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了 训练是基础 像刚才这场球 我是觉得 就整体来讲 萧球 咱们的萧球手 跟樊振东 确实是 差的层级 你看 无论是从 你的萧球的功底 你的萧球的变化 还有包括工房的结合 这整体的就是所有技术层面上 从萧球的技术层面上来讲 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 可以提升的空间 即使是这样 想要跟高水平能够有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对抗性 对 他必须要搏杀 你要四平八稳的去销 你本来你就销不住了 是吧 这个时候你再不打乱进攻型 拉弓的这样的一种节奏 你就更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去得分 只有把进攻型的打法的人的拉弓 把他的变化节奏破坏掉 他可能造成了一些无畏事物 你才能够得到一些分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萧球选手一定要 要用一些自己的发球抢弓 和其他的一些萧中 这个反攻的这种技术 能够把这种啊 让这个完全被进攻型的打法 想拉就拉 想掉就掉 想冲你就冲你的 这种节奏要打乱他 你可能才会有一点点机会 非常被动啊 非常被动 萧球的旋转对于樊正东来讲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漂亮 好 这样樊正东呢 现在轻松拿下第二局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 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本场平常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第一阶段第八轮 也是实质俱乐部 第一轮的 第一回合的交手 根据赛事呢 就是在第一阶段 要交手两侧 就主客场 双循环赛事 在整个平常联赛的赛程当中 可能更多的是 由我和邓亚平 共同来陪伴大家 关注我们平常联赛的直播 确实在国内 咱们的这个销球打法 包括一些怪板 像那个时候长焦的打法 它确实是在对内和国内的 这个比赛真的是很难受 还得生存 很难打 真的很难 但它打外国人很管用 因为它的旋转的变化 它的球 大家不一定很熟悉 这个时候它确实是很奏效 像我们那个时候 有些我们的这个队友 怪板的这个队友 打外国人 比我们打的还轻松 有的时候 它就是有时候呢 确实是这个打法呢 对对内和对在国内的比赛 是极其痛苦的 也需要很强的这种忍耐力 有时候被这个进攻心打法 蹂躏的一塌糊涂 但是还得要坚持 那么女子平常联赛呢 也结束了七轮比赛 排在第一的是八一 金箔控股 它是六胜一负 排在第二的是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呢 是六胜一负 成绩非常的棒 那么从去年来看 它是第一次进入平朝联赛 就是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 就获得了平朝联赛的亚军 而且呢 这个队伍当中啊 确实打法 包括配合 包括运行 整个队伍的一些核心的 从心理上精神上 团队的意识 包括到比赛的发挥 我想还是特别的成功 那么今年武汉安心百分百呢 是引进了刘诗文 来到这个俱乐部 刘诗文原来是一直 山西大普和打平朝 另外呢 武汉安心百分百呢 他还引进了这个 湖北籍选手冯亚兰 冯亚兰也有点那种 拼命三郎的那个 技术风格啊 就是说他全台 这个步伐很好 正手不错 总是能有那样的 女子技术 男性化的一些激情 也给这个武汉安心百分百 带来了一些 起色 另外呢 这个武汉安心百分百呢 还有刘高阳 刘高阳也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他在南京青奥会上 是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排在第三位女子呢 是山东鲁能俱乐部 五胜二负 并列第三是山东 骑鲁交通 也是五胜二负 另外就是北京首钢 丁宁这俱乐部呢 目前的成绩呢 不太理想 就是四胜三负 在本周六 本周周日 好球 漂亮 周日呢 在首钢体育馆 这场比较外去看 就是武汉 不是武汉 那个北京首钢 丁宁这个俱乐部 他们对朱玉陵 俱乐部山东鲁能膜 然后呢最后成绩呢 是山东鲁能 赢了北京首钢 四 丁宁呢因为状态 当时也不是太理想 他跟追灵打是零比三 就输了 没有太多的 两人比分上的一些纠缠 八比四 好走啊 反正能打销球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八比五 拉球他有很多的变化 像刚才前几个 他拉了高调 拉短一点 然后冲下去 然后再拉起来 这种节奏的变化 对于肖球来讲很难受 因为他需要前后 需要呢站不住 因为这个打肖球啊 他最喜欢让你一个力量 一种旋转 对他 他的站得很稳 他削得很好 然后旋转又越来越强 你的越来越累 拉的 这个时候肖球是最喜欢的 但是呢 怎么让肖球站不住 你不知是冲呢 还是说他要防你的短球呢 还是拉转的呢 还是拉不转的呢 一定要给他很多的这种考虑 直接指到直线 这个动作可以说人球一体 非常漂亮 人球合一 十一比五 这球他拧拉的时候 好像先擦外边 又擦那边 真是把乒乓球打到了一个 好玩的一个高境界 这样 反正东 恭喜反正东 拿下了这场比赛 非常的轻松 好玩的 漂亮 都有 忍住